接下来我们要再来关心一下台风苏迪罗的最新消息 今天凌晨的苏迪罗在台湾花莲登陆了 带来的狂风暴雨 导致部分地区停水停电 一共有18万户居民受到影响 目前没有收到人员上网报告 再来关心一下出行 在铁路方面受到台风的影响 岛内铁路是在今天中午之前 都是处于一个停运的状态 而高铁则要延续到今天下午4点 才有可能恢复营运 那么另外航空方面全岛航班 目前都是处于一个停飞的状态 此外苏花公路等容易出现山体滑坡泥石流的公路 目前有超过19段都在进行一个预警性关闭 之后将会根据风雨的影响来做进一步的调整